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说来说Tesla方面 我想最近都是市场热化 因为减持风波的持续 上周股价跌了15% 去年3月以来最大单周的跌幅 最大问题就是Elon Musk 在连续5天累积沽了差不多70亿美元出来之后 感觉上是未沽完 应该它本身可以公投沽10% 就要220亿左右 现在不够3分1 是否还放风暗示 在Twitter最近又放风暗示 问一些参议员 你这么想负人征税 我是否可以再沽一点 你直接说 令到市场又再害怕 Tesla是否会再回多一点 有没有这个因素 很小时我们老师已经教了 做人千万不要看有风使尽力 就不要太意气风发 现在马斯拉就犯了这个大忌 即是它不仅是政府 官员 议员 等等 抓住它 是的 它现在变成烦 所以它又要答应承诺 Twitter既然有59% 那些人都赚成它 沽10% 它一定要做的 是的 如果沽70亿 还有成为140亿 未沽 那一定要沽到问题 它怎样分配去沽 所以我相信短期 Tesla的压力都会有 一定会跌破 之前的高位900元 那当然了 很多人会觉得 这个跌 不是很压力的机会来吗 在买长远的股票吗 是不是 前附近有传是否做手机 然后有些又说 它来到那个 卫星的业务 其实未来两年又会有东西 即是那些 接触了通讯 即是那些 不是单是车 是 它的估计 你看它的PB 什么38倍 Psells 20多倍 全部都是很夸张 比苹果微软高了10倍 是10倍 人家那些是2倍多 它是30多倍 20多倍 所以刚才你说的 那些什么通讯 卫星 我都看了它很多这些马斯一 因为通常我要针对 或者是想沽空这些东西 我都会留意它很多 特别的新闻 但是我发现到一个最大的特点 Tesla 或者马斯一 它现在是卫星也好 SpaceX 各样东西 有段时间都没有钱赚的 是 都是仍然消费的 你想想市值一万亿的美金的股票 最新的上一个季度才能赚16亿 即是一万元才赚16元 那是否合理呢 是吧 是不是下年可以赚到几百亿呢 它是否由现在七八十万部车 好了 假设多了Hertz 那十万部了 是吧 好 给它吧 给它吧 我都去年已经说了 是去年一年前已经说了 它现在这样的市值 是要生产超过一千万部电动车 才是等于这样的市值 所以我也是说了这么久 英伟达短时间是会回途 但是呢 马斯特剩下的140亿呢 是否要沽特斯拉的股票呢 反而这件事呢 是太多人买它的call 每次等于你今年年初的时候 买GME AMC那些散户那些 散户普团呢 你还没发觉这个散户普团 没有了两个多三个月的 是啊 是啊 但现在其实它是在抱着Tesla 只是抱着一只 哦 现在未曾有什么 譬如沽空仓 够胆死那些人累积了 没有人够胆積空Tesla 这样啊 都是只有几个百分比率的 那反而不好啊 是啊 call option 都说超过六成都是它 是啊 是啊 所以这个太过集中了 我反而这件事会比较担心 好吧